好香喔 他的世界裡面應該都是食物跟美女 他的食物一來他就會馬上氣我於不顧 皮皮超長把妹 而且皮皮超會把妹 用他一身帥氣的外表去勾引他的目光 對我而言就是我的家人 他就算是我弟弟 我對他而言也是很重要的家人 皮皮在吃零食還蠻快的 挑皮皮的零食我會上網去查 他是尼波爾在那邊製作 所以他這邊比較推他是無燃的環境 他這邊就有說他是手工製造 我覺得這點很重要他沒有添加食用射手 我覺得挑選乳酪條他如果是比較硬的來說 我會比較喜歡 一方面可以讓他摸牙 另一方面也是可以讓他當玩具玩 狗狗的嘴巴比較容易有異味 他現在是吃了乳酪條 我覺得可以幫他嘴巴消除一些異味 我也看看其他狗狗吃他的反應是什麼 看他們吃起來感覺好不好吃 他其實算一個很單純的人 就是以人來說的個性就是非常單純 那其實單純的人本來就比較容易了解 如果他今天做得對的是牛油魚 可能就會高八度一直稱讚他 然後再拿他零食給他吃 皮皮怎麼那麼棒 然後就會這樣一直拍手 你看他就會有反應 他有提到可以微波加熱 他會膨脹成酥脆的提示條 然後會有奶香味 那我就會覺得其實這還蠻特別的 感覺那個香氣皮皮應該會很喜歡 然後跟我最像一點應該是討人喜歡吧 皮皮 他有某些時候會讓你覺得他很冷性化 就是類似眼神稍微一變 你的態度一變 你的語氣一變 他就會馬上得寸精神 就會覺得真的是對他有愛有恨 他最大的煩惱應該是不想要一個人在家 然後再來就是他應該會想要我出門都帶著他 然後可以去各個地方玩這樣 我都會帶他在這個公園啊 因為他也不想跑太遠 皮皮 皮皮走囉 走囉 皮 皮皮 那如果沒有他 皮皮 我可以把皮皮排第二位 那就是我第一個是玩 然後再來是皮皮 再來是吃 然後再來是異性 有皮皮之後就不用異性 皮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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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